哇!喜歡去日本旅遊的人有福了! 以後出門在外,要多注意腳邊有沒有掉在地上的錢喔! 前陣子,日本警察庭公布了一項驚人的數據 數據顯示,東京光是去年被送到警察局的遺失現金 就高達了將近日幣 40 億,折合台幣約 9 億多 換句話說,東京人平均一天會掉 200 多萬台幣 那根據日本法律規定,有撿到錢的民眾 可以在施主現身領取現金時,索取特定比例的金額作為回報 另外,假如三個月內都沒有人來領錢 持貨者更是可以把錢整筆拿走 除了錢之外,其實民眾也很常遺失各類的物品 像是台灣台鐵,之前也舉辦過遺失物拍賣會 現場跟逐漸像是相機、名牌包、遊戲機等等要價不菲的遺失物